一城有道学堂 从入门到职业 快速系统学中医 全国广大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一城有道学堂 我是今天的主讲教师 来自北京中亚大学的西娅老师 今天跟大家共享的课呢 是我们中医脏象理论当中 关于我们的五脏其中讲慎 我给大家呢 说一个咱们身边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那么有的人呢 受到惊吓以后就会出现二变的事件 就是咱们网上俗称叫下尿了 那么为什么过度的惊吓会导致二变的失禁呢 其实这里头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肾 它与我们的形体观俏 以及我们五脂的关系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肾在质为恐 那么其中恐是肾经和肾气对于外界环境应答而产生的一种恐怕 恐惧害怕的一种情志 这种情志呢 由肾所主 所以我们说肾在质为恐 而恐这种情志啊 一般它是自知的 就是我们俗称的胆怯 就是恐惧这种心理 是自知 知道某件事情而产生的这种惧怕心理 那么在正常胜利状态下呢 恐惧呢 往往能够使人自觉的能够避开危险 从而呢 保护我们自身 是一种好现象 但是如果恐惧过度 因此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会伤及我们的肾 并且呢 会影响我们机体的气机 叫恐则气象 从而呢 导致一系列病理变化的发生 比如说 我们的二变的失禁 甚至可能会导致男性出现疑经 甚至滑经 这种现象 原因呢 就在于我们的恐 伤肾 而肾又开窍于二因 其气主封藏作用 所以当过度恐惧导致肾气下行 因此不能封藏二变 反而出现二变的失禁 其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第二是其在业为拓 那么这里的拓是由肾经所化生的 胜利状态下 它具有呢 润则我们的口腔 并且具有呢 滑润食物和滋养肾中精气的作用 那么在病理状态下 当多拓或者是久拓 就能够呢 耗损肾中精气 哎 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老人 假如看到他们家的孩子 哎 总是吐唾沫 一般呢 都会说 哎呀 不要吐 影响人体的健康 但具体的影响什么呢 其实主要就是 多拓九拓 会耗损肾中精气 那么通过上述 咱们给大家讲我们中医肾 它的生理功能 你就知道了 它在我们人整个生命过程当中的重要性 哎 所以保养肾中精气 才成为我们的一大养生防止原则 那么在养生的时候呢 咱们古人一般这个强调 要用蛇抵住上额 待我们的金叶满口以后 再把它吞咽下去 主要呢 起到一个养肾经的作用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称之为叫隐喻酱 哎 这是养生当中 对于我们肾在也为拓 它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那么下面我们看 其载体合骨 其滑载发 这里所说的骨 就是指我们的骨骼 骨呢 它具有支撑 及保护人体主私运动的生理功能 嗯 骨它的功能的正常发挥 依靠我们的骨随来进行充养 那么肾经它跟我们的骨和随的关系 主要是什么呢 是说肾经能够生随 而随又能养骨 所以我们才有肾主骨而生随 这样的说法 嗯 关于我们的随和骨呢 它都属于我们的齐横之斧之一 后面我们在齐横之斧当中 会给大家有所介绍 嗯 下面我们来看 肾 肾经充颖 因此我们的骨髓充足 骨骼得痒 所以表现为骨骼坚韧有力 耐久力而强劳作 那么我们的牙齿呢 才会坚固 才不易脱落 因为中医认为齿为骨之鱼 所以呢 肾经充足也会影响到牙齿 在前述咱们讲早衰表现的时候 讲了一个发落齿托 哎 这个早早掉牙 也是肾中精气 亏虚的一个典型表现 所以这里头呢 得到了一个印证 哎 这是骨髓充痒 骨髓充足骨骼得痒 它的具体的表现 那么下面 当随海满盈 脑髓充足的时候 那么脑髓能够充足 因此我们的耳粗目鸣 精神饱满 哎 所以做到了什么 眼不花 耳不聋 哎 由于是这个耳聋 听力的正常与否 跟我们的肾密其相关 因为我们的肾开窍于耳 所以呢 这个听力的正常与否 跟肾中精气 也是密切相关的 哎 这是 在体和骨 它的正常的生理状态下的表现 正因为脑髓充足耳聪目鸣 所以精神饱满 所以我们又有脑为髓之海之称 哎 这是中医 对于我们的脑 还有那齿 它的一个叙述 嗯 下面我们来看 在病理状态下 当肾经不足了 骨髓会空虚 骨骼失去骨髓的乳氧 因此幼年时期 则会出现生长发育的迟缓 因此会导致五持五软它的发生 这个在前面我们讲 肾藏经 主生长发育生殖的时候 给大家提到过 那么在成年人 那么骨骼则会出现微软 骨质会疏松 则抑郁骨折 那么咱们在中医妇科 往往有一个病 叫绝经妇女骨质疏松症 其实绝经妇女 就是我们的什么 肾中精气亏虚 到一定阶段才绝经嘛 所以这时候怎么着了 由于肾气亏虚 导致了骨骼疏松 甚至异于骨折 哎 这也是老人发生骨折 他的主要的中医病因病际 那么另外随海不足脑失所养 所以在小儿则表现为 以智力发育迟缓 或弱智及呆傻为主 那么在成人呢 则会出现像健忘 甚至发展为痴呆 以及发痴早落和耳聋眼花 这是我们成人 随海不足脑失所养 出现的过早衰老表现 那么因此上述情况 咱们治疗啊 无论是痴呆呀 骨折呀 还有呢 牙齿早脱 或者是齿齿这类情况 中医呢 都是从补肾的角度来入手 会用一些补肾的药 比如说我们的中医的耳聋左磁腕 其实就是一个补肾的 来治疗呢 我们耳聋的 或耳鸣耳聋的一个方计 这是关于其载体和骨 它的病理变化 那么所谓齐滑在发 是说我们的肾经能够生血 血能生发 所以又有发为血之鱼之称 而我们头发它的营养 那么一个来源是血 但呢 其身体的根本则在谁呀 在肾 所以我们称肾齐滑在发 这个滑其实就指它的外滑光泽度 润泽程度 主要是看我们的头发 所以胜利状态下 我们肾中精气充足 在幼年主要是出现了发长齿根 那么在青壮年时期 肾气强盛 所以青壮年人一般都会表现为 头发濃密 乌黑 而有光泽 那么到了中老年时期 随着肾中精气逐渐衰减 所以头发会变得花白脱落 并失去光泽 那么因此 对于我们头发出现枯稿或过早花白脱落的情况 中医都要从肾进行论治 所以由肾虚所引起的这个虚发枣白 我们常用的代表方前面给大家介绍了 叫七宝美然丹 主要就是来治疗这个肾中精气亏虚 所导致的这个头发花白或脱落的 那么其再翘为耳和耳音 那么所谓再翘为耳 那么其中耳是我们的听觉器官 能够分辨我们各种声音 它的功能是否正常 跟我们肾中精气它的肾衰啊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此在生理状态下 肾经充足脑随充养 所以耳朵它的听觉功能就正常 那么在病理状态下 那么肾中精气虚衰 随海空虚则会出现耳鸣 甚至听力的减退 那么老年人呢 当肾中精气衰减了 随海空虚呢 则会出现耳聋失聪 那么这种肾虚的耳聋啊 不是非常好治 所以呢 应该趁早进行治疗 主要治疗的思路呢 就是从补肾左手 中医呢 有一个方叫耳聋左磁腕 就是来治疗肾虚耳聋的一个典型代表方 这是其在翘为耳 那么开翘于二音 那么所谓二音 这里的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二音呢 就是指我们的前音和后音 那么其中后音主要就是我们的肛门 也就是破门 那么其前音 主要的功能呢 是具有排尿和生殖的功能 这两个功能啊 它都依赖于肾和膀胱所主 那么后音它的功能呢 主要是排泄糟粕 它呢 也跟肾密切相关 那么前音主排尿和生殖 所以对女性来讲 前音呢 一般是指它的阴道和尿道 而对于男性来讲 主要就是指它的尿道 因为男子的排尿和排精 是一个孔道 而女子呢 阴道和我们的尿道 它是两条道 所以这里头呢 略微有一点点区别 但他们呢 都由肾所主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在正常胜的状态下 肾煮水丝膀胱开合 因此呢 我们的排尿跟肾密切相关 那么肾藏经主人的生长 发育生殖 所以我们的生殖和 生殖跟肾密切相关 所以排尿和生殖 不就是我们前音的功能吗 所以这里头 这是由肾所主 那么后音 主要是肾阳温脾阳 有利于我们的水谷运化 那么这里头呢 肾阴滋润大肠 防止那大便过早的干节不通 这个排便的问题 则是后音的主要功能 那所以我们说 前音后音 这个功能都和我们的肾 密切相关 在病理状态下 我们来看 那么当肾的气化功能 失常的时候 气不能化水 所以则会出现排尿困难 甚至隆壁这种情况 那么当肾疯藏不住 因此呢 膀胱开合湿度 则会出现尿贫 疑尿 甚至尿的失禁 当肾功能失常 我们生殖功能 发生障碍的时候 女子 男子呢 则表现为以 经少 疑经 甚至阳尾为主 女子呢 则表现为以 越式不调和不孕为主 上树排尿 和我们生殖的功能 都是属于前音的病变 另外 肾阳不能温脾阳 导致脾韵化功能失常 水骨病走一大肠 就形成了我们的一种蟹蟹 就叫无耕蟹 这种蟹蟹病人啊 一般是晨起 鸡鸣的时候 这个时间 他开始腐痛即蟹 而蟹后即胺 他的大便呢 一般会伴有不消化的食物 并且有顽腐 胃寒 吸暖 这样的特点 这种蟹蟹 我们就称之为 叫五更蟹 也是脾肾阳虚 所导致的 那么肾阴会去大肠 食区如润 因此大便 则会密接不通 那么 再有呢 假如我们的肾虚 其疯藏不顾 则会出现 久蟹和滑脱 那么这都是什么 大便的问题 都是后阴的病变 所以我们说 前阴和后阴 它的病变 都跟肾密切相关 所以叫肾 因为是肾 开窍于二一 再结合前面 我们说 当恐惧这种情绪 伤及肾脏 导致肾湿疯藏 因此 我们的尿液 及其二变 可能会失禁 甚至 有的人 过度恐惧 就会出现 移经 或滑经 像这个现象 咱们大家呢 就好解释了 这都是我们的肾系统 出现了问题 上述呢 咱们主要是把我们的肾 它与形体观窍的关系 给大家介绍完了 咱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 叫肾 肾在智为孔 其在业为拓 在体和骨 其滑在发 开窍于耳 及耳音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第四个问题 那就是关于肾 他的生理特性 那肾的生理特性有三点 首先第一点 我们来看 那就是肾 主蜂藏 为固色之本 这样的一个说法呀 它主要是出自于 素问六节藏相论 在其中 他说的 是肾者主蜇 为蜂藏之本 那么 而肾的这个蜂藏 和固色作用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一可以防止 我们人体的精 气血 精液 它的过度耗散 和往事 所以 它对于我们的精啊 气啊 血啊 和精液啊 这些物质 都具有蜂藏作用 那么另一个方面 它的蜂藏作用 还体现了 维持我们呼吸 运动的平稳和深沉 其实也就是 我们的肾纳气的 这个作用 所以我们说 肾主蜂藏 不但藏了 我们的精 气 血 和精液 同时 它还 固涉了 我们的肺 吸入的自然界的清气 保持了呼吸 维持一定的深度 和一定的频率 这是我们的肾 它的第一个胜利特性 叫肾主蜂藏 为固涉之本 那么 假如在病例状态下 当肾经不足的时候 其蜂藏作用会不顾 也叫肾湿蜂藏 那么则会出现 一 我们生殖方面 男子呢 表现为以胰经 女子则表现为以代下过多 或者出现滑胎 这就是 其疯藏不顾的 一个具体体现 那么 在尿液排泄方面 那么肾湿疯藏 因此膀胱 就会开合湿度 出现尿品 小便清肠 遗尿 甚至尿的湿剂 或尿后余力 那么 假如 粪便排泄异常 则会导致 大便滑泄时机 最后 如果在呼吸方面 肾湿固舍 则会出现 呼多吸手 动则传肾 这种肾不纳气的表现 这是关于 我们的第一个特性 叫 肾主封藏 为固舍之本 那么下面 是我们肾 他的第二个生理特性 叫 肾为阴阳之根 那么 我们的肾阴和肾阳 是以我们肾中精气 为基础 那么肾阴呢 我们也称之为 叫原阴或真阴 而肾阳呢 我们称之为 原阳和真阳 其中 肾阴 是我们一身阴液之根本 对于其他脏腑的阴液 具有滋润 乳氧的作用 而肾阳 为我们全身阳气之根本 对其他脏腑乃至全身 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序作用 所以我们才称肾 叫什么呢 阴阳之根 称之为叫水火之宅 那么因此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肾中精气充足 肾阴 肾阳充足 能发挥正常生理功能 所以我们全身脏腑功能 才能协调 才能呢 正常发挥其生理功能 那么在病理状态下 当肾的阴阳失调 就会导致 其他脏腑的阴阳 也会随之失调 反过来 其他脏腑的阴虚 或阳虚日久 一般最终会累积到肾脏 最终呢 会导致肾的阳虚 或阴虚的发生 所以我们常说 穷必急肾 或者是久病容易急肾 也就是说 我们全身脏腑 它的阴阳的亏虚 最终累积的是肾脏 导致的呢 则是我们肾阴 肾阳的亏虚 正因为肾阴 肾阳 容易被其他脏腑所累积 所以咱们的六位低华丸 和精窥肾气丸 才做到家喻户晓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常用不神药 因为他们在临床 最容易发生 这是关于我们的第二个特性 叫肾为阴阳之根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 肾它的第三个生理特性 那就是与冬气相应 我们的五脏啊 与四十阴阳相通应 其中我们的肾呢 它应于冬气 所以说肾的功能 与自然界当中的冬气相互通应 而冬天天寒地冻万物折服 这样的一个特点呢 正好拟合了肾为封藏之本 这个特点 所以有利于肾它的封藏作用 但是到了冬季 我们养生当中呢 又应该注意保肾以故精 从而呢 防止肾中精气 它的过度耗散 避免呢 发生叫冬伤于寒 而春必病温 这样的 所以说冬季 我们伤于寒 耗损了肾中精气 所以春天呢 容易发温病 这是关于我们的肾 它的三个生理特性 咱们一起呢 再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特性呢 叫肾为封藏之本 肾主封藏 为故射之本 第二呢 是肾为阴阳之根 最后呢 是说肾与东气相应 下面呢 连带着肾 我们就得讲一下 另一个概念 那就是命门 那么命门这个词啊 首次它建于 我们的皇帝内经 在皇帝内经 它的本意呢 是指眼睛 那从难经开始呢 命门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那么其新的含义呢 就说叫 肾良者非结肾也 其左者为肾 而右者为兵门 所以说 从难经开始呢 我们的左肾叫肾 右肾就称之为叫命门了 可见呢 在难经当中 提出命门这个概念 就是指的是肾 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中医 肾 它的重视 那么随着我们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明清时期 对于肾 它的重要性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因此形成了一个命门学说 而对命门 它的部位形态 及其功能呢 也进行了一个阐释 具有呢 以下几种观点 那么这些观点呢 第一个 在以难经又甚为命门学说的基础上 明代的张景岳和鱼团 则提出了 两肾都是命门 那么 而明代的赵献可和陈修元呢 提出了 两肾之间是命门 明代的衰玉奎 则提出了 命门是肾间的动气 其实关于命门 它的形态结构的认识 还不统一 但是对于它的功能的强调 主要就是对于肾 这个功能 这里我说了 虽然他们的学说不一 但对命门生理功能 都是以命门与肾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认识的 这个认识呢 各个一家呢 基本一致 认为呢 肾阳就是命门之火 而肾阴呢 就是命门之水 那么其中 肾阴又称之为真阴 元阴 肾阳呢 又是真阳元阳 所以提出命门这个概念 就是对于我们中医肾 它的一个认识 所以我们说 提出命门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中医肾 它的一个重视 那么前述啊 咱们给大家把我们的五脏 那就是我们的心 肝 脾 肺 肾 从它的形态部位 到生理功能 一直到它的系统联系 最后讲了它的生理特性 都给大家呢 讲述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这五个脏器 进行一个小节 那么首先 从五脏的生理功能上 那么五脏 它的共同生理功能特点 在《素问五脏生成篇》当中 提出叫藏而不屑 满而不屎 这里所讲的藏 其实就是说 五脏 它铸藏有人体精气 而不像六腑那样 时时通屑 所谓满 是说五脏 时时要充盈着人体的精气 而不像六腑 充实着水骨那样 所以称之为叫 藏而不屑 满而不实 这是六腑 共同的功能特点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它的生理功能 五脏它包括了 心 肺 脾 肝 肝 肾 肾 这五个脏器 那么这五个脏器呢 它是基于我们 心医解剖的基础上 又赋予了功能含义的 结构功能复合体 我说中医更侧重于 它的功能 那么心 它的功能 主要是有两点 叫心主血脉 心主神智 那么这其中 我们中医的心 所特有的功能 就是跟我们的神智 密切相关 所以将来 我们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时候 往往它的 着眼点在心 那么肺 它的生理功能 有四点 叫肺 主气 撕呼吸 主宣发速降 朝百脉 而通 水道 那么在这个功能当中 撕呼吸 类似于咱们的 呼吸系统的肺 那么另外呢 咱们中医的肺呢 还认为 它跟我们人体的 中气的化身 密切相关 并且呢 它还和我们人体的 水液代谢 密切相关 这也是我们中医 所特有的一部分内容 那么脾 它的生理功能 有三点 叫脾主运化 包括运化水谷 及运化水液 第二呢 叫脾主生 包括了生青 和生举 两个方面 再有呢 就是脾主铜血 就是脾气 捅射血液 在经脉当中 循性 那么肝 它的生理功能 主要有两点 一 肝主输线 这个功能 它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 其中以调畅气机 为核心 在气正常 升降出入的基础上 我们才会促进 筋血的运行和代谢 促进了脾胃的运化 调畅了人的情质 促进了人的生殖功能 那么肝 它的第二个生理功能 叫主藏血 其实就是 铸藏血液 调节血量 那么肾 它的生理功能 有三点 叫肾藏经 主人的生长 发育生殖 还有肾煮水液 再有肾煮纳气 这是关于我们的五脏 它的生理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啊 是要求我们广大学员 要认真体会 加以理解的 并且呢 要从以下几个角度 首先第一条 咱们大家都得知道 它有几个功能 第二呢 得知道这个功能具体的含义 是什么 第三点 其实最重要 也就是要了解 这个功能一旦失调 会出现什么样的病理表现 而将来 我们判定 哪个脏腑出现问题 我们的依据 其实就是患者 所表现出来的 这些 临床表现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像 通过外在的像 我们才能够测知 内在脏腑的病变 所以咱们这一章的内容 称之为叫脏相 那么另外呢 第二个知识点 五脏当中 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五脏 与我们的置业体化俏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关系里头呢 咱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 那么分别呢 我们总结了 心 它在置为喜 在业为汉 在体和脉 气化在面 开翘于舌 与我们的下气相同应 那么肺 它是在质为悲或忧 在业为涕 在体和脾 其滑在毛 而开翘于鼻 在石呢 为秋 那么脾 其在质为丝 在业为咸 而在体和肌肉 其滑在唇 开翘于口 与我们的肠下相同应 肝 它是在质为怒 在业为泪 在体和筋 其滑在肘 而开翘于木 与我们的春气相同应 那么肾 在质为经口 在业为拓 在体和骨 其滑在发 开翘于耳和二阴 与东气相同应 那么将来我们在搜集项的时候 其实主要是从它的质业体滑翘 这些部位来收集相应的症状表现 从而来测知我们内在脏腑出现了哪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系统联系 这个表希望大家要把它掌握 最后呢 咱们来看 就是我们五脏 它的生理特性 这个知识点要求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比如说心 它的生理特性 主要呢 是为阳脏而主阳气 在阴阳属性当中 为阳中之阳脏 再有呢 它与下气相通应 那么肺呢 它是为五脏滑钙 也就是它在五脏当中位置最高 并且呢 与外界直接相通 正因为与外界直接相通 所以它不耐寒热为我们的焦躁 其与秋气相通应 那么脾 它的生理特性是洗躁而误湿 这里的躁 是指今夜代谢正常的一种生理状态 而湿呢 是指今夜代谢湿肠停序的一种病例状态 那么脾呢 主蕴化水液 所以呢 它称之为叫洗躁而误湿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说 脾它是气肌升降的疏拟 也就是说 它在我们人体的气的调节当中 起到一个疏拟斡旋作用 最后它与肠下相通应 那么肝的生理特性有三点 第一是 为肛脏体阴而用阳 那么第二点呢 是与春气相应 再往呢 它洗调打而误抑郁 也就是说 洗功能正常 而不洗肝气愈致 肾它的生理特性也是三点 肾主疯藏为孤舌之便 另外呢 肾还为我们人体的阴阳之根 是我们人体阴阳的根本 最后呢 与我们的东气相通应 上述啊 咱们就把我们五脏全部的内容呢 给大家概括总结完了 这一节我们暂时介绍到这儿 谢谢收看 本节经典原文诵读 帝曰 藏相何如 其博曰 新者 生之本 神之便也 其华在面 其冲在血脉 为阳中之太阳 通于下气 废者 弃之本 祸之处也 其华在毛 其冲在脾 为阳中之太阴 通于秋气 慎者 主折 封藏之本 经之处也 其华在发 其冲在鼓 为阴中之哨音 通于东气 甘者 脾疾之本 魂之居也 其华在爪 其冲在精 一声血气 其味酸 其色苍 此为阳中之少阳 通于春气 脾胃 大肠小肠 三胶旁 光光者 苍蓝之本 尹之居也 明曰气 能化糟粕 转位而入出者也 其华在唇似白 其冲在机 其味干 其色黄 此质阴之类 通于土气 凡时依藏 取决于胆也 素问 柳杰藏相论 更多课程 微信搜索 一城有道学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